大家好,我是龙套下一条 今天我们回顾中南海保镖 也是李连杰郑东电影系列的最后一期 这部1994年上映 袁奎指导陈家上编剧 李连杰,钟立提,邹兆龙主演的动作片 票房只有1120万 虽然今天看来瑕疵很多 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 电影中,李连杰饰演的许正阳 是一位冷酷稳重,身手不凡 来自内地神秘部门的警卫人员 他受命赴港,保护一宗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证人 爱国商人宋世昌的女朋友杨倩儿 有意思的是,李连杰在片中化身无所不能的天朝保镖 而在片场却有9名货真价实的香港警察保护李连杰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得说说当时的香港电影环境 和轰动一时的蔡子明枪杀案 9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为繁荣的时期 巨大的利益驱使很多帮派也开始投资拍片 但并不都是名正言顺合法合规 恐吓威胁,争抢演员更是家常便饭 如日中天的李连杰因合约到期而偏仇未富 与老东家家和闹翻 一怒之下,巨拍黄飞鸿二,男儿当自强 黑白通吃的家和为此找了李连杰不少麻烦 在圈内人脉很广的蔡子明作为李连杰的经纪人出头摆平此事 可没过多久就被枪手残忍杀害横死街头 之后李连杰的姐夫接任经纪人 却也在一次蹊跷车祸中丧命 虽然事后家和做出让步 李连杰也拍完了黄飞鸿二,男儿当自强 但两任经纪人的死亡让李连杰深感香港电影环境的复杂 于是在这部中南海保镖的拍摄过程中 香港政府派了九名警察穿便衣贴身保护李连杰 这部电影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提名 影片中杨倩儿在商场遭遇杀手 许正阳孤胆保护突出重围 中立题的小鸟一人和李连杰的王者正气水火交融 英雄美女行云流水 生死之间柔情尽显 这段戏也是两人情感的转折点 杨倩儿对许正阳从满眼鄙视到方心暗许 恰如其分的旋律下 二十四岁的中立题和三十一岁的李连杰 完美演绎了角色之间 那种欲说还修的微妙感觉 唯美的画面中 一切都那么动人 一切都那么美妙 影片最后 由邹兆龙饰演的终极杀手王建军登场 邹兆龙又名宁兴 生于台湾高雄 五岁习武 武打替身入行 十八岁时得到洪金宝赏识 败其为师 这部中南海保镖 是他开始展露头角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段高潮对决中 邹兆龙很辣邪气的动作风格 与李连杰的迅杰沉稳 形成鲜明对比 紧张危险的气氛渲染得到 让观众大呼过瘾 当王建军抠动扳机 子弹飞出枪膛 徐正阳挺身而出 为杨倩儿挡下致命一击 战时都是百炼成钢 但谁能否认 这样的义无反顾 也有儿女情长 任务结束 徐正阳悄然离去 杨倩儿望着爱人 渐行渐远的身影 怅然若失 只有这块老旧的手表知道 曾有一个夜晚 他们看着彼此的眼睛 发现感情已无处可逃 我是龙套下一条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